因果循环,因果报三世,想得善缘善果别做的四件事。 佛法讲究三世因果,六道轮回。 因果讲三世,欲知前世因,今生受者世,欲知后世果,今生做者世。 生命是连续不断的,不是仅仅我们现在的这一生。 你今生所做的善,终会结出善缘,得出善果。 而你做下的恶业,也终究会化为恶果。 多做以下几点谨慎形式,才能避免恶果造业,使人生免遭恶运。 因果报三世,想要善缘善果,少做这四件事。 难无阿弥陀佛。 因果循环,因果报三世,想得善缘善果别做的四件事。 一,称心,极度心,怨恨心。 所谓称心称念,是佛教最要让人去除的。 称是什么? 极度心,怨恨心,恨人,杀人,埋怨人,怨天尤人都是称。 称就是厌恶,你厌恶比你好的人的一切,说明你的称心太过严重。 念经念得再好,打坐打得再好,不戒掉称心,不可能理解佛法,也无法广结善缘。 积累的福报也会消散而去。 心胸放宽,退一步海阔天空。 包容不是懦弱,而是心胸的宽广,是思想的境界,是人生的胸怀。 心宽了,福报就多,心窄了,福报就会越来越少。 以宽广的胸怀,广大的善缘处事,人生的道路就会越走越顺畅,福报就会越来越多。 因果循环,因果报三事,想的善缘善果别做的四件事。 二,不择善言,挑唆是非。 我们生活的社会中,每天会遇到很多的事情,这些事情有好有坏,有你喜欢的,有你厌恶的。 对于厌恶的事情,可能就会口出恶言。 挑唆是非,生活中大部分的矛盾,都是因为我们口不择言,搬弄是非而起,从而破坏事物的平和。 这样的人,是非心太重。 恨不得所有人都勾心斗角,明争暗斗。 殊不知,这样做折损的是自己的福报。 自己的心都不正,哪里来的福报? 所以,多说善言,少造口业,才能给自己留存福报。 因果循环,因果报三事,想得善缘善果别做的四件事。 三,贪欲太重。 贪明,贪力,贪口腹之欲,放不下这生活中的一切,都是贪。 贪是人类的本性,我们天生追求好的生活,好的物质,好的食物。 追求是好事,但不能过分,过分了就贪了。 比如,我们为了口腹之欲而去杀生,而杀生是佛教首要戒处的。 万般带不去,只有夜随身。 不论我们到哪里,无论我们到哪一世,夜都如影相随。 所以不要为了一己之欲而做下恶业,为了口腹之欲而犯下杀戮。 行善之人,终得善缘,作恶之人,终食恶果。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 所以多行善事,多结善缘,福报会接踵而至,源源不断。 因果循环,因果报三事,想得善缘善果别做的四件事。 四,不孝敬父母。 父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恩人,孝敬父母也是我们最大的福田。 一个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,是难有福报的。 父母不只带给我们生命,还辛苦地养育我们。 供养父母,孝顺孝敬父母,是做子女的最应该做的事。 能够孝顺父母的人,他的福报也会越来越多的。 万事皆有因果,想要的善果,我们就要广结善缘。 多做不失,多行善事,种好善因,善果自然回来。 人生才会越来越顺畅,生活才会越来越幸福。 人的一生很长,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,有好的也有坏的,但我们遇到凶险的事情,能够幸运地度过是一种福报。 那么,生活中哪些人一生福运最好呢? 一生福运好不好,就看你脸上这五个地方,非常准。 一,发际线整齐,一生运气很好。 如果你的发际线高,聪明好学,才气福气好,容易变得有贵气。 生活中好机会很多,而发际线整齐的人从容淡定。 理性处事,遇到困难会很淡定,也能遇难化疾。 二,眉毛长瘦毛,命运福气好,若某天你的眉毛长出来了瘦毛,就意味着你将会得到上天的保佑。 你的福德福报,好运即将到来。 当然,你不管遇到什么事情,好运都会照住你。 三,耳大又厚实,亦吉祥如意。 生活中耳朵长得大的,而且又厚实的人。 要磨自己的家境会很不错,不会从小受家人疼爱,要磨后天自己则能发愤图强。 会成为享福的人,一生凶少极多,好运不断。 一生福运好不好,就看你脸上这五个地方,非常准。 四,眼鼻不秃痒,逢胸可化疾。 一个人的眼睛不秃,鼻子不痒,会比较谦虚实在,不爱险山露水和夸大其词。 为人处事很低调,常与人为善,贵人运好。 即使遇到不利的事,也会有人相助。 五,掌心软又红润,心善福报多。 手掌心红润又很软的人心地善良,有爱心和同情心,固然运气会很好。 而且,他们设交能力强,处事圆滑,能屈能伸,不爱惹事生非,尽量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。 一生福运好不好,就看你脸上这五个地方,非常准。 本篇图文转载整理自网路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如有亲权请联系小编将会在最短时间删除。 人生似旅途,长路漫漫,未来可期。 有的人披星戴月的前行,只为登峰造极,抚养众生。 有的人默默无闻,脚踏实地地走好自己的每一步。 而有的人则因为走错了路,错攀了悬崖,到最后一无所有,孤独终老。 若把人生比作电影,那么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,除了自己之外,其他人的出现都是为了让你实现人生价值。 比如有了亲人,你就需要扮演好家人的角色,挑起家庭的责任。 有了另一半,你就必须做好为人妻为人夫的本分,做一个合格的爱人。 当然,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志向,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,也有其他的期待。 人各有志,志向不分三六九等,比起志存高远之人,那些新规平淡,与世无争之人同样值得尊重。 这个世界的时钟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某一件事而改变,每个人都在慢慢变老,每个人的生命都在一分一秒地流逝。 世人都有变老的一天,到老时最希望的不过是一样天年,老有所养,病有所医,这才是最好的归宿。 感谢观看